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李宗盛 谢谢 最后回到了我们学校上竞赛课的场景了 人非常多 高一的时候大概就有咱们这么多的人 到了高二的时候变一半 到了高三之后就剩十来个 竞赛课会一步一步去筛人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也许有些朋友还不认识我 我叫李永乐 是一名中学物理老师 也是物理竞赛的教练 去年开始我在网上发布了一些科普短视频 没想到很多网友就非常喜欢 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就积累了几百万的粉丝 然后播放量有十几亿 有时候我也很奇怪 还有很多主流媒体转载 比如人民日报 什么央视新闻 什么观察者网 经常转载我的视频 我就感觉很奇怪 这些很多人 为什么他们上学的时候 不爱听讲 作业也不写 但是你到了毕业了之后 你反而过来听我在互联网上上课呢 有很多人感觉很奇怪 不知道我抓住用户哪个痛点了 甚至怀疑呢 我是找了水军或者是找了推手 有时候我反思啊 可能我讲的内容也不高深 很多就是中学或者大学的基础课程 但是网友们喜欢看 可能啊还是因为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个知识啊进行重新的编排 我能够把这个深奥的这个数学啊还有科学的知识啊 把它重新编排 然后通过新的方法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理解 同时呢我能够把科学和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觉得呢科学是有用的 让大家明白呢深奥的科学和实际的应用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通过几分钟的视频能够讲清楚一个道理 让大家明白一个科学知识 让大家明白生活中的一种工具一些现象 让原本不怎么了解科学的网友呢也能够产生 原来我也可以了解科学的自豪感 所以在今天演讲的开始呢 我就想从现在热议的一个话题 流浪地球说起 来讲一讲我是怎么把科普和社会热点相结合的 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取材于刘慈欣的一部小说 就流浪地球 他讲述了说是太阳即将毁灭 然后呢人类就推动着地球 到比临星上去寻找新的家园 由于这部电影它是一部科幻小说 充满了很多的科学概念 所以就正好很多许多观众 他不明白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 那就适合我了 我就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科学道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吧影片的大背景 大背景就是太阳衰老了 马上就要死亡了 所以人类要推着地球走 那么很多网友就问呢 太阳到底会不会衰老死亡呢 我就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宇宙中的恒星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在宇宙中呢 有很多的尘埃 比如说氢和氦 这些氢和氦的尘埃呢 就叫星际物质 星际物质非常稀薄 但是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彼此之间有一种力的作用 咱们初中都学过 万有眼力 这些万有眼力的作用 就会使得这些尘埃啊 逐渐收集到一块 如果这些尘埃质量越变越大 那么由于它的眼力 适能释放出来 它的温度就会升高 压强就会变大 所以核心部位呢 如果达到了聚变的条件 就会引发聚变 而一旦星际物质组合成 一个可以引发聚变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就称之为恒星 也就是说恒星呢 是由星际物质逐渐产生的 所有的恒星呢 其实都跟人一样 有出生 成长 壮年 衰老和死亡 而且不同的恒星寿命 其实不太一样 质量越大的恒星 它的寿命越短 比如有一颗恒星 叫手枪形 它质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它寿命非常非常短 大家估计它不过三百万年 所以就给它起个名字 叫手枪形 非常快 后来还有一个恒星呢 就是比林星 这比林星呢 它是个红矮形 质量比较小 它的寿命就非常长 可能有几千亿年 宇宙的寿命 宇宙的年龄才是一百多亿年呢 所以比林星 几乎可以认为是永生的 而太阳的质量就不一样了 太阳的质量呢 大概有一百亿年左右 现在呢 已经过了四十六亿年 所以我们还有大概五十亿年的时间 去寻找新的家园 不过刘慈欣呢 把这个设定提前了 他把五十亿年之后的事 提前到了2074年 也就是到了2074年 太阳就已经不行了 在太阳不行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内部的氢啊 已经消耗殆尽了 于是呢 内核收缩 但是外围反而会膨胀 太阳会变成一颗 太阳会变成一颗红巨星 红巨星呢 它的边缘会膨胀到地球的范围 也就是说会吞噬地球 这样一来地球上的人 肯定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而且在红巨星的末期 太阳会发生氦闪 所谓氦闪就是 引发氦的聚变 在很短的时间内 几分钟 抛出很大的质量 放出很大的能量 那地球自然就会爆掉 这个就是 刘慈欣小说里面 设定的一个基本情景 只不过这个情景 会发生在五十亿年之后 那么当太阳发生氦闪了之后 它的很多质量 会抛洒到宇宙空间当中 形成新的星际物质 这些新的星际物质 会怎么样呢 会重新慢慢聚合 产生二代恒星 也就是说 宇宙就是这样 如此往复生生不息的 那么因为这是一部科幻片 所以它这里面的大背景 我们交代清楚了 那还有很多细节 我们还要讲一讲 举个例子 比如引力弹弓 引力弹弓效应 是这个影片中 谈论的比较多的一个细节 就是说我们这个影片 是说地球非常靠近木星 结果被木星的引力捕获 最后地球上就发生了 很多的灾难 于是有一个熊孩子 想了一个办法 点燃木星 把地球推走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节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提问 说我们为什么 非要靠木星那么近呢 我们离它远一点 不就完了吗 开始科学家们 设计轨迹的时候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其实这是很必要的 这是因为呢 我们必须要利用 木星的一个效应 叫做引力弹弓效应 什么叫引力弹弓效应呢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幅图 就左边那张图 就是有一个火车 它朝我们 以很快的速度开过来 比如说100公里每小时 这个速度开过来 开过来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 他拿着一个球 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扔向这个火车 二者发生碰撞 碰撞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知道火车的质量非常大 所以碰完了之后 火车基本没有什么反应 火车还是会朝我们开过来 速度保持不变 而这个球 因为跟火车发生了碰撞 它反弹的速度就会变大 变大了多少呢 理论上讲 它反弹的速度 会变成300千米每小时 这样一来呢 通过撞击火车 小球偷了一点火车的能量 它的速度就变大了 这种效应呢 实际上是在碰撞过程中实现的 但是我们在地球和木星 进行交换能量的过程中 也会出现类似的效果 木星的质量非常大 就相当于火车 它在运动 地球的质量比较小 相当于小球 如果我们以一个 某一个特殊的角度 让地球靠近木星的话 就会出现什么效果呀 就会出现地球先被木星捕获 然后又甩出来 就像刚才这个 在火车上反弹的小球一样 地球会被加速 而且这个加速的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假如我们靠化学能源进行加速 我们可以把地球的速度 从30千米每秒 变到31千米每秒 它可能用很短的时间 把你的速度 从30千米每秒 变成50千米每秒 所以它的效果非常明显 如果我们不利用引力弹弓的话 很难逃出太阳系 大家一定要明白 引力弹弓效应 绝对不是科学家 头脑中的一个设想 而是实际上 已经被人类 所掌握的一种实际技术 这个引力弹弓效应呢 最早的提出者 其实是一个苏联人 名字叫尤里 这个容易让大家产生一种联想 就是有一个动画片 有一个游戏里面 有一个尤里 这个苏联科学家 那么因为这个引力弹弓效应 需要进行大量计算 那直到计算机出现了之后 人们才真正地利用它 第一个去探讨这个问题的人呢 是UCLA的一个年轻学者 名字叫迈克尔·米诺维奇 这个米诺维奇呢 他在1961年的时候 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 IBM计算机 去研究三体问题 结果在研究的过程中呢 他就顺便算了一下 这个轨道的问题 结果一算他就发现在1970年代末期 有一次绝佳的引力弹弓机会 这次绝佳的引力弹弓机会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太阳系的几个行星 土星 木星 天王星 海王星 都几乎在太阳的同一侧 此时如果我们发射一颗卫星的话 就可以一次利用四颗行星的引力弹弓 使它加速 于是可以在12年内 就可以探访四颗卫星 但是如果我们不用它去加速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携带很多的燃料 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去造访这些卫星 这些行星 于是呢 他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去游说NASA 游说NASA 在他的游说之下 NASA终于决定 要执行这样一个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呢 叫航海加号 在1977年的时候呢 NASA就发射了 旅行者二号和旅行者一号 这两颗卫星都是一样的 去探访这四颗 土星 木星 天王星 海王星 这次机会如果错过了的话 就要再等176年 才会有下一次机会了 所以你现在让美国 再发射一颗卫星 探访这四颗行星 它做不到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虽然技术提高了 但是我们利用的 这个天文时机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旅行者一号的 这个轨道的示意图 从地球轨道发射出去之后 你看这样 第一次加速 然后后面还有第二次加速 这是利用了木星和土星的 加速效应 这样它就近距离地 掠过了木星和土星 以及天王星 海王星 那么现在呢 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 都已经飞到了太阳系的边缘 它距离太阳呢 大概有140多倍的日地距离 也就是说 如果旅行者号 要跟我们进行通讯的话 它用电磁波信号 跟我们进行通讯 电磁波信号是非常快的 是光速 但是它的发射信号 要想传到地球 还需要19个小时 我们每跟它通讯一次呢 都非常费劲 而且它的电池呢 大概还能再用几年 再用几年之后 旅行者号就再也没有办法 跟地球进行联络了 它就会向升空进步 这时候 这个现在旅行者一号 是离我们地球最远的一个天体 一个人造天体 好 而且啊 这个旅行者一号 它拍摄了整个太阳系的全家福 其中有一幅照片 非常著名 这就是暗淡蓝点 暗淡蓝点呢 有一个美国人 他写了一本书啊 就是暗淡蓝点 就是有一次呢 旅行者号把镜头调转回来 朝着地球拍了一张照片 拍完了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地球呢 就在什么呀 就是一个蓝色的点 非常非常小 就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禁感慨啊 说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啊 我们的沧海桑田 我们无数王朝的更替 我们的先贤智者 也不过就是存在于这么一个淡蓝色的暗点之中 是吧 我们人类就感觉到的话 原来我们这么渺小 这样渺小 其实啊 引力弹弓效应呢 有人做过一个比方 除了旅行者号以外啊 还有很多的这个卫星都用了这个引力弹弓效应 比如说像加利略号 卡辛尼号 信使号等等啊 他们利用了这种引力弹弓效应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有人呢 就说我们现在利用化学能源加速 我们靠喷气推进 这种方式加速呢 就好像大航海时代 我们用手 用木桨来划船 其实我们走不远 我们也发现不了新大陆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引力弹弓 那就好像是利用了锋利一样 只有人类熟练地利用这种技术 才能发现这个宇宙中的这个新大陆 这个我们明白了引力弹弓之后 还有一个问题 在影片中啊 它反复提及一个概念 就叫什么呢 就叫洛西极限 这个洛西极限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里也可以解释一下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啊 什么是潮汐力 我们知道 地球上的海水有涨潮有落潮 为什么会有涨潮和落潮呢 这实际上啊 是太阳的眼力造成的 太阳的眼力造成的 还有月亮的眼力啊 这两种眼力都会造成潮水 如果太阳潮和月亮潮叠加起来 那就是大潮 我们来看啊 这个太阳啊 它对地球有个眼力 当然地球也在圆周运动 因为地球啊 有靠近太阳的一侧 还有远离太阳的一侧 所以它的眼力和 像圆周的运动的情况 会产生叠加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在地球朝向太阳的一端 它的合力其实是指向太阳的 会造成啊 比如我看这个A点啊 这里的一个A点 这个A点呢 它的受力啊 就是指向太阳的 同样道理 这个B点呢 它的合力也是指向 背离太阳的 所以这两端都会出现拉长 这种效应 我们就称之为潮汐力 这个潮汐力的作用比较复杂 它是通过这个 太阳的眼力和惯性离心力 共同作用结果造成的 反正结果呢 就是朝向太阳和背离太阳这边 它都会拉长 同样道理啊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长潮 当我们处于这两点的时候就长潮 我们处于这两点的时候就会落潮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之所以海水没有飞出去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地球还有引力 地球的引力比潮汐力大 所以它就没有飞出去 那么这个影响呢 对地球来讲比较小 只是潮水发生的涌动 但是对月球来讲就比较大了 因为月球受到潮汐力的作用 所以它两端会拉长 两端拉长了之后 就会造成潮汐锁定 也就是说 月球最终的结果是 只有一面朝着地球 就这样一直旋转 千百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月球被潮汐锁定了 有人说那月球被潮汐锁定了 地球为什么不被潮汐锁定呢 时间不够长 地球的质量比较大 所以它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潮汐锁定 大概可能还需要几十亿年 也就是说 在太阳灭亡之前 地球都不会被潮汐锁定 但是太阳系中 也有被潮汐锁定的星球 比如冥王星和卡戎 他们两个就是 互相彼此朝着对方 这样一直转 我们理解了潮汐力之后 我们就可以讲一讲 什么是洛西极限了 刚才我们说过 潮汐力有把这个物体 撕向空中的趋势 但是因为这个物体 受到星球的眼力 所以它没有被撕向空中 然而 如果这个星球 离大天体特别近的话 它就有可能潮汐力突破了眼力 最后这个星球就破碎掉了 这就是一个天体 进入洛西极限的一个示意图 首先有一个小天体 它靠近洛西极限 此时它的两端 由于潮汐力作用就被拉长了 被拉长了 当它进入洛西极限时 它的两端就会被撕碎 两端被撕碎 然后完全进去就完全撕碎 撕碎了之后这些碎片 要不然环绕这个大天体 做圆周运动 要不然就是过一段时间 就砸到大天体身上了 有人说 那我这个小星球内部 它是岩石 它不之间有相互之间的分子力吗 分子力相比于潮汐力来讲 是很小的 在潮汐力比地球的引力大的时候 分子力几乎是不能起任何作用的 所以你一旦进入洛西极限 那么你就面临解体的风险 我们接着看 其实这个潮汐力 就是进入洛西极限之后 天体被撕碎 在生活中很多 在天文学上是很多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土星光环 土星光环 大家知道是谁最早发现的吧 土星光环最早是伽利略发现的 伽利略发明了一个望远镜 伽利略发明望远镜 然后看月亮 结果发现月亮上面有很多的秃凹 月亮不是完美无瑕的 结果又看土星发现了光环 又看木星发现了木星的卫星 结果这些东西跟宗教说的都不一样 宗教说月亮是完美无瑕的 宗教说除了地球以外 别的行星都没有卫星 结果就把伽利略给抓起来了 这个伽利略他发现了土星光环 但是人们不知道 为什么土星会有光环 直到洛西极限的概念提出来之后 人们明白了 可能土星光环就是因为有一颗彗星 它进入了土星的洛西极限 结果被土星的潮汐力撕碎了 撕碎了之后 这个小碎片就形成了一个光环 于是在土星的外围就这样环绕 其实太阳系有光环的不止土星一个 木星 天王星 海王星都有光环 但是土星光环是最漂亮的 非常明显 最漂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是这个事 大家还记得94年的时候 有一件事叫惠幕大相撞 可能在座的人 在座年轻人都不记得 像我这样老年人就记得这事 94年的时候有一次叫惠幕大相撞 就是彗星撞击了木星 那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录的 太阳系内的天体相撞事件 那个卫星叫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 其实在94年之前 92年的时候 苏梅克列维九号就已经进入了 这个木星的洛西极限 然后就被撕碎了 它被撕碎了之后 这些碎片又环绕木星撞了两年 终于在94年的时候 它才撞到木星上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洛西极限 其实是天文学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如果没有这部电影的话 可能没有人关心这样一个 天门的物理知识 正好借着这部电影 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吧 洛西极限其实有两个说法 一个叫钢体洛西极限 一个叫流体洛西极限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像大气海洋 这些东西是可以流动的 因为它可以流动 所以它更容易被潮汐力拉长 它也就更容易被撕碎 所以当你进入一个 比较大的范围的时候 你如果这个星球是流体的 比如气体星球 它就会被撕碎了 但是假如这个星球是钢体的 比如岩石 这种东西 它在第一个洛西极限时 不会被撕碎 它会进入第二个极限 叫钢体洛西极限 然后才会被撕碎 在影片中它也把这两个洛西极限 表现出来了 我们接着看 如果因为洛西极限 它是跟引力有关的 所以它实际上是跟两个星球的密度 以及大星球的半径有关系 我们可以有公式去计算它 那么计算 如果我们把地球 木星 还有木星的半径 都带入进去 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 大家看 这是木星 这是木星 那么这个木星的钢体洛西极限 其实是在木星内部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钢体小行星 在靠近木星时 它是不会被撕碎的 它就算撞上 它都不会被撕碎 但是流体洛西极限是在外侧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星球是流体的 那么你在这个 进入第一个洛西极限的时候 就会被撕碎 地球是什么呢 地球上有很多的岩石 它接近于钢体 但地球上也有海洋 也有大气 它也接近于流体 对吧 所以地球刚刚进入 第一个洛西极限的时候 它的流体就会被撕碎 像这个大气海洋 就会被抛到空中 而进入第二个洛西极限 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这个是在 那个木星内部 是不可能的 对吧 好 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件事之后 就可以来看电影了 我们看 这个电影里面 有这样一个情节 它说什么呢 这个李一一 不李一 户口 是吧 这个户口 它就说 说这个 现在地球距离木星 是七万公里 所以我们现在 马上就要被撕碎了 因此我们要点燃木星 但是咱们看我们的数据 其实我们的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流体洛西极限 是距离木星表面3.5万公里 也就是它算错了 七万公里 其实还没有进入 第一个洛西极限 按照影片来讲 它不应该有大气 出现了这种吸引的 这种情况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影片里面 一扫而过的一个镜头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 就是那个MOS 就是你在杀人 那个MOS 这个MOS呢 它其实是把这过程 演示出来了 它把两个洛西极限 都画在了木星的外侧 这个事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 第一个钢体洛西极限 它是在内部的 画在了外侧 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努力地 去分辨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会发现呢 它写的钢体洛西极限 它还给数据了 这个数据写的是89万公里 对吧 而这个流体洛西极限 它给的数据是171万公里 那这个数据 跟我们算的差很多呀 你看我们算的是 5.5万公里和10.5万公里 结果它搞出来一个 89万和171万 跟影片就更不一样了 影片说7万 三个数一个都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效果呢 我仔细去查了一下 原来可能是影片 后期制作的时候 把关不太严 它上网上去摆渡了一下 说这个 木星的洛西极限是多少 一搜索 搜索这么一个表出来 太阳和木星的洛西极限 是89万公里 太阳和木星的 流体洛西极限 是171万公里 但是你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木星进入 太阳引力范围之后 被太阳撕碎的洛西极限 不是地球进入 木星引力范围之后 被木星撕碎洛西极限 所以在这里呢 影片是一个硬的bug 对吧 可能Moss是故意的 它就是想叛逃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影片中还有很多其他的bug 举个例子来说 在地球逐渐停止 自转的过程中 海平面会逐渐变化 不会引发剧烈海啸 但影片中说 有很强烈的海啸 再比如说呢 有一万台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 提供150亿吨的推力 这个推力就算全加到地球上 那么地球的加速度 也微乎其微 如果想加速到光速的千分之五 大概需要20万年 但影片中说 只需要500年就可以加速过去 所以影片中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不过呢 这个并不妨碍 这部影片是近年来最优秀的 国产的科幻电影 我记得我小时候 也看过很多科幻电影 比如说机器猫 这个机器猫也算是一个科幻片 机器猫里面的很多情节 其实现实生活中已经实现了 比如打电话叫餐就实现了 对吧 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还有哪些科幻情节 以后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更重要的是 如果很多孩子 看了这些科幻片之后 他们会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想 我们应该保护好孩子的一种 好奇心 科幻片就好像一个种子 它有可能会在孩子的心中 生根发芽 我们没办法想象 那么这棵芽长大了之后 会成为怎样的一棵苍天大树 我经常给孩子们 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故事可能是杜撰的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有一个美国小孩 跟他妈妈说 他说 妈妈你看这月亮真大真圆 我准备蹦到月球上去 他妈妈就跟他说 那好啊 你蹦到月球上去之后 别忘了蹦回来吃晚饭 那么这个孩子是谁呢 这个孩子就是阿姆斯特朗 也就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说完了这个影片呢 有同学可能会想 这个影片我看完了之后就过去了 你给我讲的这些科学问题 非常有趣 但跟我们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跟别人去买菜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跟别人去讲眼力 讲眼力当工 讲路易极限呢 其实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比如说数学也好 经济学也好 很多问题啊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看到了一些现象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 去理解它 举个例子啊 去年非常热的一个问题 就是共享单车的问题 这图片是共享单车粉厂 咱们可以看到 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共享单车 排布在这里 没有人管 那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去年呢 被人称为资本寒冬 就是因为许多互联网企业 都融不到钱了 所以就不停地往前破产 对吧 当年呢 OFOM也好 摩拜也好 小蓝车也好 这几家企业在进行叱咋风云 不停地融资 这样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 但是转眼之间呢 我们就开始为自己的定金 能不能退回来发愁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节呢 我们看 这是一个共享单车融资表 这个融资表里面 每一年都融好几轮 是吧 从这个几千万人民币 几百万人民币开始 融到最后 融到几亿美元 这个 当然我只结了OFO和摩拜 其实后面还有一大堆 这类似的这种企业 对吧 这个行业里面 总共的融资有上百亿的人民币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其实共享单车 它不是一个赚钱非常快的行业 也就是说 你要想把这些钱赚回来 你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年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 就是我们明明知道 我们的投入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十几年的收入了 我们还要继续往里投入呢 我们到底多少年才能收回成本呢 各路资金 为什么还要疯狂地进入这个行业呢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 我们首先来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拍卖十美元 我这里有十块钱 这十块钱是真币 而且这十块钱的真币 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它就是十块钱 然后呢我们来竞拍它 所有的观众 在座的各位 都可以参与这个竞拍 五毛钱起拍 而且每次加价 你至少加五毛 五毛钱你就可以拍十块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 就是价格最高的人 获得这张钞票 不过价格最高和次高的人 都需要付款 也就是说 你出五块钱 你赢了十块钱 你就得给我五块 第二高的人出三块 他虽然什么都没得到 但是他还需要给我三块钱 大家听明白这规则了吧 好吧 那现在咱们就开始吧 一会儿我们要进行兑现的 不是说我们玩完了就完事了 我们要兑现的 十块钱 五毛钱起拍 哪位观众可以开始拍 九块五毛钱 九块五毛 有位观众拍出九块五毛 还有吗 十块 十块 请这样 二十块钱 有位观众提出二十块钱 现在是二十块最高 十块第二 还有吗 二十块钱 我觉得大家已经非理性了 现在是二十五最高 二十第二 还有吗 五十块 五十块 五十最高 二十第二 还有吗 五十五 好了 二十的你安全了 但是现在是五十五最高 五十第二 六十 六十 六十第一 五十五第二 还有吗 六十第一 五十五第二 还有吗 六十第一 五十五第二 好 那我们成交了 一会儿你们把剩的钱还给我就行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拍卖十块钱 就是十块钱 但是最后呢 为什么会拍出五十六十的 我们这次拍卖竞拍的比较快 一下子就从十块开始 然后竞拍到五六十 但是事实上啊 这个游戏 在国内外玩过很多很多次 它称之为美元拍卖陷阱 这个美元拍卖陷阱呢 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 马丁舒比克提出的 这个经济学家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说我要拍卖一美元 我们这里是拍十块钱 我们就以十块钱为例 然后呢 他发现 他跟这个哈佛耶鲁的学生 玩过很多次这个游戏 最后这个游戏 拍到最后的结果是 都拍到了二十到六十美元之间 也就是说是二十倍到六十倍之间 这个美元 那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 有人要用很高的价格 去买一个十块钱 买一个很低的价格呢 明明大家知道 这样做是亏本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过程啊 咱们假如啊 不考虑大家捧场这个因素啊 咱们假如啊 有一个人就是想拿这钱 于是他就会出五毛 他出五毛的话呢 另外一个人想呢 五毛钱赚十块 太赚了 我出一块 另外一个人出一块五 他们赚两块 在这个过程 大家可能感觉只是很好玩 没有想到 我自己可能会亏的事 但是当有人出到五块的时候 第一个人可能就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啊 此时我们加起来已经九块五了 如果第一个人要是不出价 他白亏四块五 对吧 如果第一个人继续出价 他出五块五 他还可能会赚四块五啊 所以第一个人继续出价 这也是这种情况下 主拍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拍卖者 他其实已经开始赚钱了 第二个人也会想 如果我此时不拍了 我就亏五块 如果我继续拍 我出六块 那这样一来怎么样 没准我还能赢四块啊 于是他就继续出六块 对吧 这样一来 二者就会走到 比如说十块 十块五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还会想 比如我出十块 你要不要出价 我出十块的时候 如果我再出十块五 那我肯定是亏的 但问题是 如果我不出了 我就白亏九块五啊 如果我出的话呢 我可能只亏五毛啊 于是我接着出十块五 同样道理 第二个人会想 我不出我亏十块 我出的话 我可能只亏一块 我继续出 这样一来 双方会一直往下加价 最后呢 就加到了 几十块钱的高价 在现实生活中啊 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比比皆是的 比如互联网的烧钱大战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大家是不是感觉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不管是 共享单车也好 这个手机打车软件也好 或者是什么 饿了吗 和美团外卖也好 他们前期都在 大量的烧钱 那么烧钱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大家首先发现了 一个红海市场 这个红海市场 可能给我们带来盈利 于是呢 我们就要进入 对吧 但是我进入的时候 别人也不是傻子 别人也跟着进来了 这样一来 我们双方就会怎么样 就会拼命地往里投入 我们一定要把对方熬死 然后我自己独霸这个市场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逐渐发现 好像我有点力不从心了 渐渐地我发现呢 我的投入可能已经超过了 十几年的回报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停不下来 因为我如果停下来 这个钱就白投了 如果我不停下来 把别人熬死 那还有可能 我从这个行业里会盈利的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就拼命地往前走 拼命地往前走 最终有一方 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退出 留下市场的 就是一地鸡毛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避免 这样的美元拍卖陷阱呢 我们有这么几种方法 比如第一种方法 就是不参与 不要参与这样的拍卖 因为如果你参与这样的拍卖了 那就会掉入陷阱 所以你会发现 基本上在大战的时候 价格大战的时候 都是顶尖的两个巨头在打架 其他的小的企业都看不见 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其他企业知道 其他企业知道自己实力不够 所以根本就不会参与的 像中国这样的企业 也就是什么阿里腾讯 他们两个经常会干这种事 还包括在政治上也是一样的 比如美国在选总统的时候 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竞争 为什么有第三个党派 它可以参与的 只不过你参与了之后 你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 你根本打不过人家 你何必要参与呢 所以最终结果都是 民主和共和两个党在这竞争 这是第一个方法 就是不参与 第二个方法就是可信威胁 什么叫可信威胁 比如有一个拍卖者 他在拍卖之初就跟大家说 说我现在就要拿这十块钱了 你们都不要跟我抢 你们要是跟我抢 你抢多少钱 我一对加五毛 如果别人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别人相信他有这个实力 别人相信他就是跟你争口气 他也要这么干 那别人就不会参与 对吧 那如果别人不参与的话 他不就会有很低的价格 拿到了这个商品了吗 对吧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生活中有这样的情节 叫做买贵了退差价 经常有商家打出这个标语来 买贵了退差价 表面上看 它是给消费者的一个承诺 但实际上不一定 它很有可能是给其他商家的一个威胁 他告诉你 我现在要卖这个东西 而且我很便宜 你不要随便降价 你要是敢降 我跟着你降 我还有买贵的双倍退差价 对吧 你敢降 我降的比你还狠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 不知道大家知道 不知道以前在京东和当当的这样一件事 京东它本来主营业务是手机 当当的主营业务是图书 有一天京东说我也要卖书 而且我们不需有利润 我一定要卖的比当当还要便宜 结果当当就慌了 非常难受 这个时候当当怎么办 当当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那好吧 你卖图书我就卖手机 我不光卖手机 而且我所有手机都比你要便宜50到100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可信威胁 它的意思是告诉京东 你不要再降价了 你降价我跟着降 咱们俩就陷入一美元排卖陷阱了 还有一种方法 那当然可能有朋友们已经想到了 就是串谋 就全场所有人都说好了 说咱们呢 谁也别接他这茬 就一个人出五毛 就完事了 赢了这十块钱 咱们一起分了就完了 就串谋 但问题是串谋其实是很难的 这么多人进行串谋的话 你难保有人会叛变呢 因为你想 如果他不叛变的话 大家一起分这十块钱 每个人能分一毛 但如果他叛变了 他出一块钱 他就可以净赚九块啊 你怎么去保证这个人不叛变呢 所以一般来讲 像这样的情况啊 不会在最一开始出现 双方一定要斗得两败俱伤了 谁也没有能力再斗下去了 才会进行串谋 那比如说最典型的 滴滴和快递合并的事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 烧钱烧得非常厉害 烧到最后谁也烧不动了 于是怎么办 大家商量商量合并吧 只有遍体鳞伤之后 大家才会想到合并 在之前大家都不会这么干 大家看 数学和经济学 是不是就在我们身边 理解这些科学呢 你就能明白 这些纷繁复杂的商业行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妨再来举几个例子 刚才我们从科幻电影 和商业的角度来解释了 为什么科学是有用的 如果再大一点呢 那么这个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 是不是也可以用科学进行解释呢 实际上啊 在国家智库中 是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 最典型的 比如美国的智库 兰德公司 这个兰德公司呢 就聘请了一大批顶尖的数学家 为他进行出谋划策 比如右边这个人大家认识吧 就是冯诺一曼 这个冯诺一曼呢 他就是这个兰德公司的一个智库的 一个经济学家 一个科学家 那么他呢 和这个冯诺一曼和这个 约翰纳什等等一些人啊 他是博弈论的创始者 而博弈论呢 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一个 政治家们的必修课了 博弈论不仅仅是个数学问题 他在金融啊 政治啊 计算机啊 生物学等等角度 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 比较典型的博弈论问题 比如说像海盗分禁壁问题啊 囚图困境问题啊 蜘蛛博弈问题啊 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了 所以今天我想讲一个 大家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的问题 叫胆小鬼博弈 什么叫胆小鬼博弈呢 这个灵感呢 是来源于美国上个世纪 50年代的一部电影啊 名字叫《无音的反抗》 这部电影呢 讲的是几个熊孩子的故事 这几个熊孩子啊 偷了几辆老爷车 偷完了之后呢 说这老爷车干什么呢 我们玩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呢 就是这些人呢 两个人开着两辆老爷车 到悬崖边上去 朝着悬崖狂奔 然后在车即将掉下悬崖的一瞬间 两个小朋友就从车上面跳下来 谁跳得早 谁就被称为胆小鬼 谁跳得晚 谁就被称为英雄 就这么个游戏 如果你晚跳下来 那你就赢了 如果你早跳下来 你就输了 当然你跳得太晚了 你就摔死了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游戏 就叫胆小鬼游戏 后来那个影片里边的情节 是有一个这个熊孩子 他的衣服刮在车上了 结果跳不下来就死了 这就是影片的情节 那么这个影片的情节 后来被一个英国的 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 逻辑数学家 罗素 罗素看到了 罗素他比较著名的 就是罗素悖论 罗素悖论 有一个理发师 他只给自己不刮胡子的人刮胡子 那么请问他给不给自己刮胡子 这就是罗素提出来的 那么罗素看到这件事之后 就闻出了冷战的味道 因为当时正好是美苏在冷战 他就说这个美苏两个国家 其实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这两个熊孩子一样 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悖论 提出了一个博弈问题 就叫胆小鬼博弈 他把刚才的那个情节改了一下 改成什么呢 说有两个熊孩子 这两个熊孩子 分别怎么样 坐在两辆汽车上 在同一个车道上 相像就这么开 就这么开 如果你胆小害怕了 你就转一下方向牌 你就开出去了 开出去之后 别人就要喊一声chicken chicken是什么意思 就胆小鬼 对吧 就喊你就是胆小鬼了 如果你没有转方向 你往前开 别人转出去了 那好 你喊别人一声胆小鬼 如果你们两个谁都不转 最后呢 就撞到一块了 于是两败俱伤 两个人一起死 对吧 就这么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就称之为胆小鬼博弈 胆小鬼游戏 好 他说呢 其实美国和苏联 就像这两个胆小鬼一样 他们两个就在往一起撞 看谁先转向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两个人 他们在玩这个博弈的过程之中 他们的收益情况 是怎么样子的 每一个人呢 他都有两个选择 要不然就是示弱 也就是转向 要不然就是死磕 死磕就是往前开 对吧 每一个人都有两个转向 两个选择 那我们来看他们的收益 比如说 假如两个人都示弱 A也示弱 B也示弱 那他们两个人 就互相喊对方一声chicken就完了 谁也没亏 而且还保住了命 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 这个时候 每个人的收益都是2 我把它写作是2 2 但是如果A死磕 也就是A直接往前开 而B示弱转向了 这个时候A就可以喊B 你是胆小鬼 对吧 B就感觉很没有面子 但至少保住了命 所以这个时候 A的收益最多是3 B的收益是1 反过来说 如果B死磕 A示弱呢 那A的收益就是1 B的收益就是3 对吧 最可怕的一种情况是 如果他们两个都死磕到底 最后两个人一起死 同归于箭 这个时候收益是00 每个人的收益都是最低的 其实大家都不喜欢 看到这种情况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在这种情况下 二者之间会产生一个 怎样的策略呢 我们看这个博弈过程 是怎样的 假如A是死磕的 会有什么结果 A死磕就选择这一排 对吧 选择这一排 此时B就会想 A死磕的意思就是 我告诉你了 我今天肯定是要 跟你死磕到底了 这个B也知道 A会这么干 这时候B会怎么办 B就想 如果我示弱 那我就会得到1的收益 对吧 我保住了命 但会被人叫一声chicken 如果我要是跟B A死磕呢 那我就死了 对不对 所以相比来讲 B一定会选择示弱 让自己的收益大一点 所以A死磕 B示弱 这一个点 就是纳失均衡点 所谓纳失均衡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想改变自己的策略 A也不想改 B也不想改 那反过来说 假如B已经决定了 死磕到底又怎么样呢 如果B已经决定了 死磕到底 那么A也两种策略 这个事A已经知道了 A两种策略 A可以选择示弱 A选择示弱的话 A的收益就是1 如果A选择死磕呢 那A的收益就是0 它就死了 所以A也会选择示弱 也就是说 如果B死磕 A就一定会失弱 于是右上角这个点 也是纳失均衡点 在这个问题中 有两个纳失均衡点 但是有的纳失均衡 是对A有利的 有的纳失均衡 是对B有利的 双方都希望 把最后的结果 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发展 那于是 双方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呢 如果你是参与这个游戏的人 你会怎么做呢 很显然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伪装 我们要伪装成自己 一定要死磕到底 但是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又应该转向 对不对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件事 好 我们来看 这胆小鬼游戏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这个游戏啊 其实意思就是 不要命的最大嘛 比如说 你怎么伪装此刻到底啊 很简单 就是你上车之后 把方向盘拔了 拔了之后 你就踩油门往前踩 对方一看你拔方向盘 那赶紧的吧 转向吧 这你不就赢了吗 但问题是 你要考虑到 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 以及对方的理智 那假如对方是个疯子呢 他看你把方向盘拔了 他也拔了 那你怎么办 那最后同归于尽了 对吧 所以你要考虑到 这个信息的顺畅性 以及双方之间的理智程度 当时罗素之所以提出这件事 是为了解释什么呀 是为了解释 人类里毁灭最近的一次危机 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我们来回忆一下 古巴导弹危机的产生过程 就是古巴革命之后呢 卡斯特罗本来跟美国关系不错 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这美国就想搞掉卡斯特罗 于是就搞出一个珠湾事件 派出一些雇佣兵想暗杀卡斯特罗 后来卡斯特罗不得已 就倒向了苏联的怀抱 当时呢 美国为了克制苏联 在欧洲啊 部署了一大堆导弹 比如在土耳其啊 部署了很多针对欧洲的 这个针对苏联的导弹 那这个赫鲁晓夫就想 我们有必要在美国后门 也开一个这样的导弹场 于是他们就选中了古巴 把很多的核材料运送到古巴 在古巴呢 部署核弹头 结果在运输的过程之中 这事被美国人发现了 美国人发现的肯定不干呢 对不对 于是呢 这个肯尼迪就说了 说我们要对古巴进行制裁 怎么制裁 封锁古巴的海洋线 不让任何船只靠近古巴 赫鲁晓夫一听就火了 说你敢封锁我们苏联的船只 谁要敢抵抗我们苏联船只 我们一定要进行最激烈的回应 双方就是在玩火 对吧 双方都在想 我一定要表现得强硬一点 我不能让对方欺负我 你如果看到了我这个这么强硬 你肯定会退却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啊 达到我这样一个目的了 双方为什么都害怕对方呢 因为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呢 都已经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所谓二次核打击就是 不管你第一次先发制人 你能够消灭我多少的城市 或者消灭我多少的核设施 这都不重要 因为我都可以使用第二次核打击 跟你同归于尽 所以谁也不敢挑这个头 因为你挑了这个头之后 结果就是两个车撞到一块了 对吧 在这个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啊 其实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它是在1962年10月16号开始的 到1962年的10月28号结束 一共前后就13天的时间 但是这次13天 绝对是世界里毁灭最近的一次了 因为一旦爆发核战争的话 那下一次战争只能是用木棒了 咱们都知道 那么事件发展到最高峰 其实是在10月27号的时候 10月27号呢 美国派出来一些舰船呢 他想驱逐古巴附近的一些苏联核潜艇 苏联潜艇 于是他就往那个海域里边放深水炸弹 逼迫这个潜舜艇上浮 但问题是呢 美国和苏联对于上浮这个词 他们的这个信号表示是不一样的 结果造成苏联这方面没有听懂 他不知道美国人的意思是什么 结果啊 就被尸举潜在炸的就头晕眼花了 这个时候呢 美国人是不清楚的 他这个潜艇里边是有核弹头的 美国人不清楚这件事 而苏联人也不知道美国人要干什么 于是苏联的人就说了 也许战争已经开始了 他们已经向我们投射弹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办呢 联系莫斯科 但是当时他们在海平面以下 联系不上莫斯科 怎么办 当时苏联军队有这样一条规定啊 如果战争已经开始了 但是你又联系不上莫斯科的话 你可以自行决定核弹头是否使用 但是需要当时舰上三名指挥官的同意 当时舰上有三名指挥官 职位最高的就是舰长 还有政委 第三的是大副 他们三个人必须都同意使用核弹头 那么这核弹头都能发得出去 舰长和政委都同意了 但是大副被镇得头晕眼花 大副死活也不同意 他就说 我宁可是让咱们这个舰船整个就沉底了 我也不能拉上全人类陪葬 因为他知道一旦把核弹头发出去 那这个核战争就全面爆发了 这个全人类就跟着一起死 所以我宁可自己死 我不能拉上全人类 那这个人是谁呢 就叫阿尔西波夫 这阿尔西波夫避免了一次 世界范围内的核战争 后来在阿尔西波夫的强烈反对下 这个潜水艇就上浮了 接受检查 这个事就过去了 其实美国人表现得强硬 苏联人也毫不例外 苏联人也表现得很强硬 当时美国派侦察机去侦察古巴上空 结果被苏联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 打下来之后美国人非常生气 就说我们现在 你看他已经朝我们开火了 我们必须得克制他 于是要对古巴实行空袭 但是如果对古巴实行空袭 就是对苏联的核设施进行打击 这也就意味着战争的爆发 当时把这个材料上报给肯尼迪之后 肯尼迪考虑再三 最后还是决定取消空袭 不再往前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都知道 说如果我们往前再走一步的话 最后结果就两败俱伤 因此呢 因此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 表现得像担忧鬼一样 后来怎么样了呢 其实啊 不管是肯尼迪也好 还是赫鲁晓夫也好 他们都清楚自己和对方的想法 所以呢 他们就暗中不停地通信 不停地通信 就进行沟通 最后终于达成了一致 他们暗中通信达成一致 结果呢 这个肯尼迪就同意了 说我以后不再侵入古巴了 我不光不侵入古巴 我也保证古巴 所以你看古巴在美国后门 天天跟美国唱反调 结果还能活到现在 这实际上是古巴导弹危机的一个结果 因为获得了肯尼迪这样一个保证 结果赫鲁晓夫非常高兴 当天就在广播上 注意 他是在广播上说 而不是在跟美国的这个 私密的通信里面说的 他直接在广播里就说了 鉴于肯尼迪已经同意 不对古巴进行入侵了 所以呢 我们决定拆除在古巴的核设施 再过了几个月之后呢 这个美国也从土耳其撤出了导弹 所以这次危机呢 就圆满地解决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危机之中 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 都是要假装自己非常厉害 但是在关键时刻 都要怎么样啊 都要示弱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对 这是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 说的一句话 他说呀 说我们不怕走到战争的边缘 但是必须学会走到战争边缘 又不掉入战争的艺术 我想这种艺术 可能是每一个政治家都必须学的 而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显然学的是不错 在这件事的启示之下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在生活中怎么去应用 比如说比较典型的 汽车抢到 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 汽车抢到 有人因为汽车抢到 被打成高位截摊 然后读了个博士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汽车抢到的时候 双方都希望别人让自己 我们要表现得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你要注意 在某个关键的时刻 你必须假装胆小鬼 因为做胆小鬼 肯定比做死鬼要强 再比如说罢工 其实罢工对双方的伤害都非常大 不管是对工人还是对工厂 双方伤害都非常大 双方都希望对方退步 我们都希望对方能够让我们一点 我们表现得死磕到底 而对方能够让步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我们应该表现得弹小鬼一样 否则的话 双方只能是两败俱伤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 我是怎么做科普的 这张照片是我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来上海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拍的 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的科普内容 说你是一个中学老师 你经常带着毕业班 你还要上竞赛课 你工作量不饱和吗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科学内容 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录一些视频 放到网上呢 其实当老师这十来年 这个确实挺辛苦的 在前面几年的时候 我一度每天晚上备课都要到十二点多 哪一天我要是十一点能睡觉 那就真是太早太早了 有一段时间我为了上竞赛课 连续十天 每天都只睡三个小时 第二天还要上十个小时的竞赛课 我当时我就认为自己的工作 其实做的还行 没给学校拖后腿 这几年来呢 不管是国际竞赛的金牌人数 还是北大清华的人数 也都还凑合 比如说呢 这两位同学 这是我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来上海拍的 我们当时在上海参加全国决赛 全国前五十名的集训队 我们同学里边有四个 后来呢 这两位同学呢 也经过了层层选吧 进入了这个十三人的国家队 他们也必定会成为今年的国际金牌了 然后我们每代的毕业班 每一年大概都有几十个人能考上清华北大 所以有同学说我不正业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冤枉我 那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 其实啊 这两年在教学成熟之后 备课量比以前少了一点 所以我就逐渐开始思考 我怎么样能够把我掌握的技术 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受益 在这个过程中 各种各样关于教育的新闻呢 就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2017年 大家认识这个人吧 叫熊轩昂 这是北京的一个文科高考状元 这个熊轩昂呢 接受记者采访 大部分的学生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会说我感谢学校 感谢老师 感谢家长 但是熊轩昂在谈到自己 为什么得状元的时候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 农村地区越来越难考出来 我是中产的孩子 生在北京 在北京这种大城市 能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 决定了我能够走很多捷径 能看到 我看到了很多的状元 都是家里厉害又有能力的人 所以有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但是没有知识 一定改变不了命运 我想这位小朋友 他说了一句大实话 他没有说一些套话 而是指出了自己 能够成功的更本质的原因 就是占有更加优秀的教育资源 在国家大力发展 教育公平的今天 城市和城市之间 城市各片区之间 教育资源的分配 不是更加公平了 而是更加的悬殊了 即使在北京这个超级大都市 不同的片区之间 城区和郊区之间 其实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这种差别 不仅仅是在校舍和资金上 也在老师和学生身上 大家看 左边这张图 是北京的一个小学 北京的一个郊区小学 右边这张图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去年还是前年 在上海的幼儿园里面 在朋友圈里 秀简历的这些家长 那么我曾经在一个论坛里面 看到过这样一个情景 就有一个北京郊区的妈妈 在论坛里面发帖咆哮 说我从四线城市 通过读书来到北京 为什么让我的孩子 上这么破的小学 我花几百万买的学区房 这个小学甚至不如我 几十年前在四线城市里 读书的那个小学 但是这就是现实 优质学校的教师职位 被各大名校的毕业生追捧 乡村中学根本无人问津 然后呢 但凡有点教学成绩的老师 也都想往大城市 往优质校去涌 谁不想获得更好的收入 谁不想获得更好的教育 这个社会资源 家长们削尖的脑袋 往这个名校里边挤 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他们呢 不仅仅是因为名校 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 同时也为了 让孩子啊 从小就生活在 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面 当你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同学依然是各行各业里面的领导者 大家还记得到这件事吧 就是这个秀简历的这件事 其实它的目的就很简单 就是我要告诉你们 我是上流社会的人 所以我的孩子也是上流社会的人 上流社会的圈子我们要巩固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阶级固化其实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 穷人的孩子没有钱上辅导班 没有门路托人找关系 买不起学区房 只能上这个差小学 差小学呢 无论是校园也好 老师也好 这个条件也好 也比不上那些优质校 于是他也考不上好初中 考不上好初中呢 自然也考不上好大学 所以有些人初中没毕业 就出去打工赚钱了 勉强读完了初中的人呢 能考上大专就已经不错了 而他们的孩子又会重复 这样的一个结果 去年的时候 我看了一部电影 名字叫《起跑线》 《起跑线》这部电影 对我的感触是非常深的 片中有一个学校 在面试家长的时候 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如何向孩子解释贫穷 我对别人说 我说我应该为穷人的教育 做点什么 别人跟我说 你还为别的穷人做点什么 你自己就是穷人 我觉得也许只有穷人 才能够相互怜悯和同情 于是呢 我的互联网之路就开始了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 通过什么方法 能够为教育公平 贡献一点力量呢 我想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它能够让学生 以最低的代价 去获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其实我的实践 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 2008年的时候 我在北京的一个培训学校 当兼职的数学老师 录制了一大批的网络课程 然后很多同学到现在 隔三差五地出来感谢我 说我听了你的课 结果我提高了成绩 我非常非常地谢谢你 我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 于是我就把全套的数学课程 都放到了我的公众号上 让大家免费去看 然后2014年之后 我后来成为一个物理教师了 于是我就开始做一些物理的视频 我开始做比如200道物理学难题 历届的全国中学生竞赛解析 立学竞赛精选 然后后来我又想 也许直播的模式更好 那2017年的时候 又开通了这个网络直播平台 不过啊 就是在线教育 其实还没做太多 科普呢 就突然让我成了网红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啊 网友把我几年前 就是在培训学校里边 度的那些视频 截了一小段 发到网上去了 那一小段叫润年是怎么回事 后来呢 就被很多人转载 很多大V们都转载这些事 全网播放量几千次 我当时就受宠若惊 我想那既然大家喜欢科普 那咱们就多做一点科普吧 于是从去年开始 我就陆续发布了一些 科普的短视频 没想到呢 这一发布可收拾 我就成了所谓的科普网红 教学有教学的作用 科普也有科普的好处 长久以来啊 我们把对科学的需求 变成了对考试 考证考大学的需求 认为科学的唯一作用 就是为了考试 实际上呢 科学是我们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举个例子来说 去年的时候 我看了这样的一个短视频 有一个人啊 从大桥上往下跳 喊了一句我先走了 然后跳下去 跳下去之后 再也没有浮上来了 那么其实呢 我们要知道 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跳 水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我专门做了这样一期节目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从50米的高度处 往水面上跳的话 冲击力有250倍的重力加速度 而人最多只能承受 50倍重力加速度 所以一定会死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 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跳 那电影里边都是骗人的 高台跳水 做得也就是20多米 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啊 有人跟我说他要买房 于是我给他解释 说这个 等额本金等额本息 有什么差别 有人说我要看世界杯 我就给他解释 说C流的电气球 什么原理 有人买股票 我就告诉他 说我不能告诉你 你怎么挣钱 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为什么会赔钱 有人要买彩票 问我怎么才能中奖 我告诉他呢 买彩票中投奖的概率 比你考上清华 还要第5000倍 有人呢 跟我说赌博 是不是可以赚钱 我告诉他赌徒输光原理 有人问我说 这个中国为什么造不了芯片 我告诉他芯片是怎么回事 我从这个经典的物理学 讲到量子力学 从地球上地震的形成 讲到遥远的恒星 宇宙的膨胀 我讲色盲是怎么形成的 我讲这个基因技术 怎么回事 等等等等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能让那些正在读书的孩子 还有已经离开学校的成年人 都能感受到科学的魅力 当我从这个北大清华毕业的时候 身边的同学有很多呢 出国深造 或者在金融行业 或者互联网行业 我也试过一些这样的企业 折腾了一圈才能才发现 相比于在企业里边 帮产品增值 我可能更喜欢在学校里边 帮人增值 没想到呢 在新的时代 互联网时代 我的这种想法 又获得了新的延伸 那么现在呢 在我面对的 并不是我课堂上 人大附中的北京孩子 而还有我视频背后的 几百万粉丝 他们可能是来自于 全国各地的学生 也可能是给自己充电的 大城市上班族 我欣喜地得知呢 许多中小学 在假期的时候留作业 说要看李永乐老师的视频 并做笔记 有一些大学 甚至把我的视频 在上课的时候播放 作为教学的一环 互联网与课堂呢 并不矛盾 做网红和做优秀教师 也不矛盾 书本知识和素质教育 其实也不矛盾 我感觉我的自己的价值 呢被互联网放大了 这是我的初衷 我希望我能够坚持 这样一个初衷 有一天晚上呢 我在网上找这个 黎曼猜想的资料 结果我发现在视频里面 排名第一的 就是我做的视频 在那一刻成就感爆棚 这种成就感呢 不亚于我当年考上清华 也不亚于我的学生 获得了国际金牌 谢谢大家